嗨大家好我是YG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YG平Game呢 我們要來聊聊前陣子8月10號新上市 由法國遊戲開發商Focus Entertainment 所開發的雅特拉斯的殞落 這款前陣子大家都在猜 到底會不會真的殞落的遊戲啊 這個年頭呢 明知在有殞落的字眼的遊戲 感覺都不太順利 究竟雅特拉斯能不能打破這個殞落的詛咒呢 這款遊戲它到底又值不值得各位入手呢 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老樣子一樣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喜歡的話隨手按個讚 養成好習慣 我們就正片開始囉 LEGO 開頭先不廢話 我直接先跟你們說結論 這遊戲如果你叫我給分 我會給到10分裡面可能6、7分左右 我個人是會比較推薦大家 如果你是喜歡探索要素 收集東西 打打區域BOSS來獲得強力的道具 或是開開隱藏寶箱這類的探險遊戲 那我會覺得你可以入手 但強烈建議各位 等到它特價再入手會比較好一點 這款遊戲目前在IGM的評分為7分 Steam那邊呢發售兩天後 目前的好感度也是處在 包貶不一的狀況 那究竟這款遊戲它出了什麼問題 才會導致這樣的結果呢 先來說一下就劇情方面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它的遊戲背景呢 就是典型的人神鬥爭 這種奇幻風格的ARPG 但其中一個大問題就是它的主線 真的超級無敵短比主播還短啊 我自己是跑完全部的主線加上 解了一些支線和地圖探索 不到8小時就破完一週目了 就這麼一點劇情量 Steam那邊賣1290 我倒是覺得還好 但是PS5賣到快1700我就覺得偏貴了 不過它另一個比較大的可玩要素呢 就在於它的地圖 先說這個遊戲 它不是開放世界 而是屬於半開放世界 根據主線解鎖地圖 全部總共會有4張地圖 每張地圖呢 我自己是覺得 加一加其實算是 中等偏小的量啦 同時圖上呢 也會有很多特殊的物件 例如說這個封印圖騰 它會叫你去跑酷 你打開每個圖騰之後 就可以去解鎖隱藏的寶箱 或是說呢 地圖上會有這種精英敵人 打敗敵人也可以拿到 這個豐厚的獎勵 這類的設計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啦 我自己也很愛在地圖中探索 看到什麼就拿什麼 索性它給的獎勵通常是 可以提供我們主被動技能的 這些精華師 有很多稀有的精華師 也可以讓我們去收集 所以也不會說會有那種 收集後覺得 沒有什麼獎勵 空虛的 失落感 雖然說它的主線真的很短 但最終目標反而就是我們可以透過支線或是路上的一些錄音物件 來了解這個世界它的世界觀還有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這個世界的歷史 或是把地圖的東西都收集完去解鎖成就 所以剛剛就說了這反而是比較適合愛探索的人入手的一款遊戲 那這個遊戲它除了主線短還有什麼問題呢 首先它的劇情其實算是蠻單一的 很好猜 不是說不好 就是比較偏普通 玩起來是沒有什麼讓我有太大的感觸 再來另一個大問題就是 我個人覺得是NPC的配音 除了說有一些動畫的配音以外 其他地方對話的配音都不太帶有感情 讓人聽了覺得這邊 不是應該要激動一點嗎 怎麼感覺你好像完全毫無波瀾 毫無情緒 情緒這種 有點磅獨的感覺 畫面方面其實也是有很多問題 除了有時候建模和人物精細度會延遲出現 突然糊成一大片 感覺在地圖的製作上也沒有到非常的用心 有些地方還會直接穿模 有些地方又做的讓你覺得好像上得去 但又跳不上去 甚至說還會出現那種可以莫名踩上去的空間 還有這個 你不要再抖了好不好 看了 莫名煩躁啊 我自己是買PS5版本 優化上開效能模式是沒有什麼問題 除了玩到現在有閃退個一兩次以外 還有進到某些區域會出現明顯的調整 其他時候都還算是跑得蠻順的 但撇除掉這些缺點啊 他每張地圖的風景 畫風 武器 裝備 甚至說是美工圖像 怪物的模組 我個人都是覺得蠻好看的 還不錯 除了人物都長得有點醜以外 還有我自己是覺得精英怪的數量是有點偏少啦 很常會遇到同樣的怪同樣的套路 然而我玩到現在認為遊戲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戰鬥的部分 可能是因為我比較偏向動作系玩家對這方面要求比較多 但是戰鬥我真的是 有一點沒辦法接受啊 先說一下優點啦 戰鬥方面他的特效其實都做得蠻好的蠻不錯的 那個畫面感是有呈現出來 但是 音效是怎麼回事啊 打個怪K下去那個音效超級虛 讓我覺得整體打怪節奏非常的詭異 而且瞬間防禦的時候也是一樣 畫面有出來但是音效真的就是有夠虛 完全沒有那種真的有防禦到的感覺 欸我必須說那個鎖定系統真的是超爛 假設怪跑出你的視野範圍 你的畫面跟不上那個鎖定就會自己解除掉了 或是有時候 欸 那個鎖定就突然莫名的消失了 哇見鬼了 打到一半我才發現我一直在空灰沒有打到任何的怪 另外這一座裡面會有一些會飛的怪物 你必須跳起來去跟他們打架 這邊先解釋一下 我們會有一個在空中去途徑的這個動作 但這個動作呢還需要跟著主線去解鎖 來增加使用的次數 最多呢上限是3次 然後重點是那些飛行怪 他們會一直飛走跑掉 搞定你要一直在空中追怪 啊追不到你就會落地 還要跳起來重新追 更好笑的是 這些金怪他們死掉之後會掉落獎勵道具 但這些會飛的金怪有時候啊 就偏偏要飛到那種下方是懸崖的地方 如果剛好在空中的途徑次數用完了 就會直接掉下去 啊如果我把怪打死了 獎勵道具全部都掉到萬丈深淵裡面 打了半天什麼也沒拿到真是蠻靠北的 但是最讓我受不了的 就是他的這個部位破壞系統 金怪他們都會分成幾個重要部位 每個部位都會有各自的協調 我們則是要破壞每個部位才可以打倒這隻金怪 沒有部位或是已經被破壞的部位 你打他是完全沒有傷害的喔 然後有些部位如果怪物夠大隻的話 他可能剛好轉個向 讓那個部位放在後面 你直接被怪的模組給卡到 在那邊揮了半天 打不到部位沒有傷害 還有最可惡的是這隻螃蟹 我超討厭這個螃蟹 那部位有三個 分別是他的雙手和他的頭 這些怪物呢 他們都有個特性 就是他們會一直想要去面對你 一直去看你 然後當我把他部位 破到只剩下其中一隻手的時候 假設我要打他左手 他就會一直轉向我 剛好他長得又很寬 我就要一直去追著他左手打 OMG 我真的是 不知道說什麼 這什麼爛設計啊 總之呢 對於這個遊戲的戰鬥系統 我真的是真心無法接受 所以對於這個遊戲的推薦 如果你比較偏向是 動作類的玩家 那我真心建議 等特價吧 或是 晚一點再買都可以 好啦總之以上就是 我對這個遊戲的評價啦 說真的 他沒有說不好 但是就是看玩家 喜歡探索的玩家 你可以去玩 啊你叫我給分的話 我可能也會 給平均分 再多一點點 但就是沒有想像中的 這麼好玩 還有真的啊 他跟當初那個 宣傳片給人的印象 差太多了 那如果呢 你要我對這個遊戲 說句話 好那我只想說 你不要再抖了好不好 好玩喔 好玩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